好的,衔接上一集,现在应该是第四集吧,还是第几集,还好已经数清了啊,好,我们来说啊,你的整个92针通过刚刚上一集,交过的那个小窍门啊,能够使得这个位置非常整齐的那个小窍门,大家给它第二行减制92,然后我们环形向上织的是什么,双螺纹,织多高的这一部分双螺纹,织19厘米, 织完19厘米之后,因为它是往下这样的啊,所以你看,刚刚好,很暖和,对不对,收的是一个小平边,好了,收完针之后,我们就会来到了下一个环节,哪里,袖子,注意看,袖子是满满的这种花纹,看到了吗,也就会说,哎呀,这么精美的花纹,然后我们要加按针会不会破坏它, 不会,也就是你看啊,我们到这儿以后开始的第一次加针,你看,因为它花纹到这儿呢,变化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加出来的针给它织正针,当正针已经能够满足织一个花纹之后,你看,我们就开始陆陆续织织花纹,哎,到这儿,花纹好了,你看到这儿,又加了针,所以花纹又变形了,到这儿又好了,看,用这种方式啊,来编织它, 那么,整个袖子,从袖口编织的,我们要起多少针才能够,刚好呢,首先来看啊,整个这个位置呢,我们需要给它起48针啊,袖子,然后环形向上织双螺纹,给它一共向上织 9厘米 主要这9厘米之后,我们就改织刚刚的,这个花纹你已经绘制了啊 在线上织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给它每12行,加一次针,一共加6次,也就是总针数,我们增加了12针 记久了吗?啊,换句话说,如果你是片状织的话,我们需要在左右两侧 都要加针啊,也就是 环形之的情况下,那你左右两侧加针的位置怎样啊?就刚好是挨着的了 看到了吗?你看,加针的时候啊,隔了11行,第12行,哎,哎,各加一针 右向上,左右各加一针,像这样,就像这样的加针形式啊 当我们的袖子的长度来到了多少呢?36厘米 也就是袖子这一部分,不包含袖口这个小边啊,从这儿开始算 达到36厘米之后,我们就要给它在腋下做规律的减针了 首先来说,腋下的链前再后,就是你加针的那一行 加针的竖着向上那一行啊,连左再右,各减4针,总体加起来一共8针 我们一起使用给它将这8针减去啊,整体 好,然后我们就要在斜着的位置做什么样的一个减针呢? 我们要给它隔一行减一针,一共减13次 或者你理解成每两行减一针减13次啊 好,减完之后,将你剩下的针给它平收 完成另外一个袖子,两个袖子同时 完成之后再和正身缝合 找一个小缺点吧 我不知道当时是我针数,减的针数没给大家计算好还是怎样 你看,这件衣服在这个位置啊,它多出了一针这样 所以,同学们要注意啊,我们减针的时候再半少减一次针啊 让它这刚好是什么样呢?是留两针 也就是说一共三针的时候,缝完了那边上那一针 这刚好是有两针正两反,两正两反,这是最好状态 或者就狠一点,多减去一针,像这个情况啊,应该多减去一针,对不对? 多减去一针之后,这一针被缝进去就更好看了啊 所以美中不足嘛,每个绘制帽衣的人都会说这句话 哎呀,我这的衣服哪件都没称心 要是拿哪哪,我要是提前夹,或者提前剪,或者提前拧 或者错一段时间再拧,这件衣服就完美了啊 有这样想法是最好的,为什么? 因为它有一颗设计的心啊,一直在对自己的衣服进行着修饰 所以啊,大家都要有这样的一颗心啊,让自己的作品趋于完美 好了,教程讲完了,如果觉得整个教程对你编织有帮助,请帮忙点赞 非常感谢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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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